此事热用雷诺兹主演的电子游戏题材动作喜剧片《失控玩家》发布最新中文预告 主角雷诺兹在影片中将扮演一位名叫Guy的游戏内NPC 在游戏世界中他的工作是一名银行职员 不同于现实世界里普通人生活的风平浪静 他每天都过着精心刺激的悲催生活 被枪击 被抢劫 被当作人质 终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游戏角色的身份 接杆起的NPCGuy走向了反抗程序之路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玩家 但拯救世界的任务同时也落在他的头上 承担风险同时他有成为超级英雄的机会 电影将于8月13日在北美上映 本天剧情设定有点类似于 头号玩家和楚门的世界的结合 平行游戏世界的设定已不太新奇 NPC反抗的剧情又类似先例 甚至现在这种套路在网文市场都烂打鸡了 希望剧情走向超越设定 一眼望到头的套路玩转出新衣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《失控玩家》中文预告是以独白介绍的形式呈现的 这不仅让小编蒙回死世 毕竟画老死世的形象还真的很深入人心 希望雷诺兹的表演也能为这部电影加分吧